好 为了要配合呢 温馨圣诞节的到来 同时推广儿童阅读 欢迎社公司特别办理了圣诞书香幸福相送活动 21号上午呢 市长魏嘉贤也化身小朋友最喜欢的圣诞老公公 前往了家资幼儿园为孩子们说故事跟互动 并赠送绘本给在场的每一位小朋友 提前来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第一个老公公记录他的日期 第二个老公公他在看整个地图要往哪里走 离家在哪里他把它做记录 21号上午 华林市长魏嘉贤装版成圣诞老公公 前往了家资幼儿园为孩子们讲述着100个圣诞老公公的故事 生动有趣的内容让小朋友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这是华林市公所为了配合文型圣诞节 同时推广儿童阅读所办理的圣诞书香幸福相送活动 那我们今天特别谢谢我们图书馆 然后跟我们在花莲市区内的一些幼儿园来做相关的合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推广阅读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圣诞节前夕 小朋友最期待的圣诞节 能够送一些好书给一些孩子们 让孩子们培养阅读的习惯 那我们也期盼有更多的家长 能够陪孩子一起阅读 那会增加孩子不一样的一个想象力跟知识 那我们在此也要鼓励更多的家长 尽量让孩子远离平板 让孩子来学习阅读里面得到更多的知识跟力量 那在此花莲市公所也会全力的跟我们各个幼儿园来做相关密切的联系 也欢迎各个幼儿园能够跟花莲市公所图书馆来做相关的合作 这次花莲市图与在地独立书店还好书屋 为孩子们精炫了226本有职图书 希望让孩子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外 同时也培养孩子的自我与家人与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认识理解 进而提升互动对话能力 而卫市长也欢迎市区的各所幼儿园与花莲市立图书馆一起合作 试图会提供更多新书好书优质的书给所有的孩子阅读一起成长 记者徐立琴欢迎市报导